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的一个重点 这个是什么呢 跟我们的占量分成像 是不是我前面都没有提过变量这个词啊 是不是没提过 这个变量 它呢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看啊 我们讲一下变量创建 处置化 作用这几个部分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会根据一些案例去讲啊 那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跟我们的占量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吧 那在这里 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称作为变量呢 变量也是一种OP 那我们上午看到哪一个东西是变量 是不是TF.variable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提了一下对吧 TMAVIABLE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OP操作 是一个OP操作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种特殊的占量 干嘛 怎么特殊 能够被存储持久化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我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在文件当中吗 是保存文件当中 保存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 我有些参数是要保存吗 那前面我们讲线性回归的时候 哪些东西是重要的 是不是就那些参数 是不是权重 偏制这些参数 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保存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所以TensorFlow它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variable 这样的一个OP 注意啊 variable这样的OP 我们称之变量OP 它就能够专门用于保存我们的系数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重点 然后呢 它的值就是张量默认被训练 那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提 这个先摆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什么训练什么意思 先记住 它就能够持存储这句话 但是我们的这个 普通的粘量能不能存储这句话 是不行的 就是说我订了这样一个placeholder 或者订了一个constant的 能不能啊 是不行的啊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演示的 那所以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粘量这些东西 变量OP 对了 我们一定是要把它与OP版定 它并不说这个粘量值是变量类型啊 这个变量里面的值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还是粘量类型啊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去创建的啊 变量的创建 tf.wearable很简单 第一个参数就是名 这个值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name 第三个参数trainable 啊这个我们是等下在案例当中会说的 这个name呢 也是等下要说的 我们先只看一个 也说你是不是传一个值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值我用专量创建 我不想自己填 我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些随机专量 或者随机的这些专量 或者随机的这些这个常数战量 可以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先呢 还是来一个普通的一个战量 比如说定一个常数项战量啊 比如说它的值呢 是12345 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是一个一维的吧 对吧 这里面值是什么 注意啊 这不是形状啊 形状它是有单独参数的 咱们给你看一下 在这里面有一个形状是不是单独参数啊 所以你第一个穿进去是什么 是不是就值吧 好 接着我们要创建变量了 铁VAR等于 注意到我这里 我们就称之为变量 VARAPLE 好 那现在我给它个值呢 我可以通过一些值去创建 比如说我tf.once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我们试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用run的nomo 我就用这个东西 nomo 好 我要创建一个随机的战量 什么随机战量呢 然后两行三列的 一共六个数据 对吧 每个数据呢 所以六个数据的平均值 比如说点0.0 然后它的标准差 我点1.0 可不可以啊 对吧 好 这就是 注意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创建了这个随机的战量 对吧 然后背了一个变量的op包裹了吧 好 那我们记得来看一下 先不看它的值是什么东西 打印A 打印VAR 先看一下 对吧 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两个打印的出来 是不是都是一个类型 是不是都是tensor 都是tensor 所以我们这个变量 没什么区别 它里面的值 是不是也是张量 只不过由于这个op 是一个 我们指定的是变量op吧 所以要记住 是不是你是const 你是variable 是不是只是这样一个区别 只有这样一个区别啊 注意啊 只有你的op名字不一样 在tensor 才给它看作这样的东西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形状什么呢 我们就不看了 对吧 那接着来 我们要打印这个值 是不是要开启会话 vstm.session sss 这个名字你可以取别的 好 session 点run 这个就要记住了 那我把这两个要翻进数据 翻到列表里面 VAR 好 我要把运行出来 好 那这个地方 哎 他报了一个错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自己找 这是一什么错 这转我等了 你就先看着 什么意思啊 他报了一个 没有初始 uninitialized 没有初始化的一个变量 那也说 这个变量 这个值 运行的时候是没有的 也说没有被初始化 那这一地方也是变量于 其他的一些普通的一些 粘量op啊 粘量op的一些区别 也说 当你定义了一个变量的时候 好 那么你初始化的这个值呢 给他的时候 他是没有给他的 注意了 也就是相对于是 他没有值 你必须也做一步干嘛 显示的初始化啊 必须做一步显示的 初始化 好 那么这个我们先来看初始化 怎么去出化呢 在这里非常简单 tf.global全局的变量 初始化 你定义的是一个 添加一个全局初始化变量的 所有op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 我定一个返回一个op 好 那这样我再来运行 他还是抱着问题 还是没有出化 原因出在哪 原因出在哪 想一想 在我们tensorblow当中 最重要的是op需要干嘛 你op定义好就是你的值 或者就是做了这些事情吗 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假如说我现在把绘画关掉 你现在定义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真正的去做事情 没有 所以在只要我们这里面的op 是不是必须得 让让他干嘛运行起来 这一点就要注意的 是tensorblow自己的一个特点 他的框架的特点 必须运行初始化op 这里定义的只是一个op操作 就是说这操作一定好了 但是有没有去初始化这个操作 没有 你是必须得运行这个操作 那session 点run 把我们的initop给拿进来 注意的啊 也说你这个op都是要去初始化的啊 好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就刚才我们的这个张量打印出来了吧 这个变量的指数也打印出来了吧 哎 当然这个指数 这更符合我们的平均值0.0 这个 他的方程 标准差是1.0 自己可以算一下 对吧 好 当然他这个穿件肯定是准确的 那这样的话 对吧 我们就这样把变量给说好了 其实变量 他没什么特殊的 我们总结一下 先第一点啊 其实就是变量能保存 对吧 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说变量能够保存 持久化吧 持久化保存 啊 我们的普通 普通的啊 普通的张量op 我注意了 是张量op是不行的 好 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变量是不是你要处始化一下吧 哎 一定要记住了 当你这个程序当中有变量的时候一定要处始化 对吧 当定义一个变量op的时候 一定记住要在绘画当中去处始化 一定要在绘画当中去出始化 就是说运行吧 运行处的话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些特点 对吧 就是他特点 还有其他特点呢 等下再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变量跟我们的经常说的这个张量的一个区别 比如说他其实里面呢 对吧 就是一个变量op 里面装的也是张量啊 就是一个op的不同 op的不同啊 好 那么接下来 其实变量还有另外一方面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讲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可视化 对吧 这个可视化就是因为很多对吧 很多公司选用它呢 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很多其他的宽价没有啊 没有 这也是通俗的一个优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看到这里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在外部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后台的程序 相当于这个后台的界面 对吧 那这个界面干嘛的呢 我们先来把它生成起来 然后呢 再去看一下 对吧 好 那可视化 TensorBoard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怎么做的呢 或者TensorFlow去干 怎么去做 对吧 它是通过一个数据序列化的event文件来去把它显示化 那我们讲了TensorFlow 你相当于是定了一个图的结构吧 是不是相当于图结构 那么这个图结构啊 你想让它对吧 这是你的图结构 程序 图结构 你想让它干嘛呢 哎 让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个web界面对吧 相当于这个web界面 扶起一样的 那你怎么做呢 其实这步骤呢 是TensorFlow自己定义的几个步骤 它首先要干嘛呢 先把你的图结构先给它序列化成一个文件 第一步啊 序列化成文件 序列化 序列化 文件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结构啊 序列化成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称之为evens文件 事件文件 evens 你可以理解人事件文件 这个啊 事件文件 当你实力化 或者说你把序列化好之后 你这个图结构是不是在我们的evens当中有了 然后 直接通过TensorFlow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我们称为TensorFlow的B-A-L-R-D 当你去安装TensorFlow的时候 如果你是1.0版本以上的 对吧 它会默认把这个TensorFlow的安装了 这也相当于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web服务器 就相当于什么一个flux的样子 对吧 web服务器 它把什么东西呢 读了 它把文件里面的内容读起来了 读出来 显示到哪呢 显示到web 对吧 开启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怎么去做的呢 首先第一步是不是 你得把你的这个程序实力化 到我们的这个序列化文件的当中吧 是吧 怎么做呢 summary 这个summary 我们称之为摘要 这个summary称之为摘要 就相当于是目录一样 summary这样一个模块 我们称之为呢 摘要 摘要 这个东西干嘛 就是专门做后台管理的这些东西 你想添加什么 或者你想显示什么 就用什么 这个模块上面的东西就行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 摘要里面有个叫feel right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问你写入哪个文件的路径 注意了 不是文件名字 是文件的路径 那一直长掉了 你不要写名字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你要写的这张图进去吧 那我们这个图是不是可以通过很多属性 这件绘画 张量里面有没有图的属性 有吧 这个图你也可以通过 tf.get default grab过去吧 是不是也可以啊 也说你想写是哪一张图 你就写进去哪一张图 好 那非常简单 我们就通过这个来写一下 对吧 summary.feel right 注意了这个一般我们是在绘画当中去写啊 一般是在绘画当中说 因为呢 你所有的东西结构的定义好了 是吧 我可以通过去图了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哎 我在这里呢 去写入事件文件 把程序的图结构 程序的图结构写入事件文件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tember 比如说我再建一个目录啊 建一个summary的目录啊 我把呢 这个目录呢 都写到这下面了 然后我再加来 再来一个吧 test 这个随便你啊 随便你给什么目录都可以 好 那注意了 我tf.summary.feel right 就写文件 对吧 一问此文件 第一个指示是什么 就是指定你写入文件在哪个目录吧 假如说我在这个test目录啊 是不是 单前目录下 对吧 单前目录下 temp 目录下的summary 目录下 test 是不是这个目录啊 写入这个目录 我把什么东西写进去啊 是不是要指定图 哎 这个graph 这个graph 他的这样一个东西 gaph 这个东西是呢 把 指定的图 写进 世界文件当中 好 那我写进去这个图的结构 那你是不是 显示的时候 只有这张图吧 对 你没有别的 好 那gi ph 等于 那我们这个图怎么获取啊 是不是有很多个方式 a.graph有没有 有吧 vr.graph也有吧 塞着点 gaph都有吧 哎 我们随机指一个塞线 好 那注意他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返回一个实例 但现在我们这个实例啊 还用不到 还用不到 那返回一个 fuel wr.tv wr.tv vr.tv 返回了之后 你就可以运行了 什么都不用管了 好 我们来运行一遍 注意啊 这个返回值是需要接收一下啊 好 这里是不是运行结束了吧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里面是多一个文件 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呢 一般结尾呢 它是以你的主机名结尾的 那我这里就是local host的 你那主机名是什么 他主机名 前面这一堆呢 你不用管 前面这一堆不用管的 这个是他自动去给他记号的 在读取的时候 你都不用管 我该读取哪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里有一百个一分次文件 怎么办 你不用管 对吧 那等一下我们会说了 好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文件当中 怎么办 哎 现在我们就要去把它给读到一个服务器当中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tensorboard这样的一个工具 当你安装好之后 看到啊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tensorboard的命令了 你可以tensorboard就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了 啊 当然是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有这个tensorflow 酷的时候啊 好 那我去指定一下 杠杠落了个点 注意啊 这个地方总有学生去写错啊 杠杠落个点 然后后面呢 总是忘记加双引号 这是一个字符串 注意的啊 是一个字符串 一定要抓双引号 你才写去 才写着对吧 把这里 刚才你写的哪个文件 就是你指定个目录 指定这个文件目录不就行了吗 对吧 好 非常简单 就两步一步 写文件写进去好了 第二步干嘛 哎 把我们的文件指定一下 logdir等于好我们的路径啊就在单前路径下 time 注意啊这节目录啊你有相对目录决定目录都是可以的 time 目录下 summary 下面的test 好 现在我们 运行命令 开启之后你可以通过本地这样的结果他默然都是在本地的你可以通过6006的这样一个接口 好 我在这里呢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打开通知报道这样的一个观察你的程序的这个后台对吧我们先直接这样去看 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先只关注这上面这几个部分啊最上面几个分 scala images 什么audio graphs 等等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用的哪一些啊 一个是这个 scalas 这个scalas呢 它干嘛的呢 是显示你的这个一些值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一般是显示零维度的这些值 什么是零维度啊 是不是就你数章 哪些东西是数章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比如说 准确率是不是数章 是不是具体的一个数值吧 还有什么 损失是不是一个数值啊 它应该是计算的最后一个结果吧 它都是一个数值 那一般我们准确率损失都放哪啊 放这里面去观察 哎 它迭代了这时候 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 好 images我们先不管 audio也不管 graph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这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你的图的结构 这个地方呢 就是显示你的程序的结构 程序的结构 也说你定义的一个程序的结构呢 就在这个graph上面 对吧 你点它就能写数啊 还有一个对吧 其他我们也不关注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histogram 这个histogram是什么呢 它是高维度的变 也说高维度的值 高维度的值 是不是一维的值 反正就是不止一个值吧 对吧 你有一维的对吧 有多少个数 然后二维的有多少数 那么这些数呢 我们一般放在这里去显示 它显示呢 那比方说 我们的这些权重偏制 是不是就有很多个了 你的权重的个数 跟那什么相关的 是不是跟你特征相关的吧 对吧 还有什么偏制啊 你也可以 好 那一般我们是这样去显示 对吧 好 那么看到这里之后呢 你要知道 每一部分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就行了 好 还有关于其他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先不看啊 这一部分我们看 然后点一下 graph 看一下graph是什么 这里显示了一个是什么 我们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在我们的程序当中 定了一个a吧 然后定了一个wark 然后干嘛 直接打印了吧 没有别的东西吧 一个图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变量 好 我们变量通过什么处手画的 是不是随机粘量这个东西 出一种处手画的吧 是不是他的值也有吧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wark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这里面是没有东西了 他是通过什么处手画 通过random normal 哎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通过random normal 给他处手画 可以看到 这个线里面是什么 是不是二乘三吧 在这里 他也给你显示了 你处手画的时候 形状是什么 二乘三的一个形状 处手画这个变量 然后变量是 是不是有一个音力的op 注意啊 这是一个operation 这我们定了一个op操作 是不是 哎 他就通过这个东西 给你出一句话了吧 当然 我们定义的一个张量 还有没有 就定义的a张量 有没有在这里面看到 有没有看到 哎 没有 默认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张量 在你程序当中 没有使用的时候 他不去显示 那他没有必要显示 如果你定义的是变量 你没有用 没关系 我都给你显示 能力就啊 好 那接着我们现在 想改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办 对吧 我想改一下这个程序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呢 就不定义一个 这样你要三次五了 我还是跟我们上位 实现个加法 对吧 都来加法 bb等于呢 也是超tf.constant的4.0 然后tf.啊 然后呢 add a和b 比如说等于一个c 对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定义了一个c 让a加b等c吧 你也可以把ac打印出来 对吧 你可以在这里处理化 它 然后把c呢 值也打印出来 就是说就把c干成水 好 当然啊 你这里不运进c 你图当中是不是也有c吧 后台有会显示的啊 你不运行都没关系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用到两个占量了吧 不是变量啊 我们现在用到两个占量 看一下它有没有显示 我们先来运行一遍 好 运行完之后 哎 这个地方又干嘛 多了一个原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默认多了一个余文词 那这个参资波的显示怎么办呢 到底是显这个图形结构 还是写刚才我们图的结构啊 哎 那默认呢 他会去更新 注意了 后台就会更新 他按时间去读取 最近的一个什么 图的结构吧 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自动的 当然有时候他可能会延迟一下啊 你可以自己关掉再冲起 这里面要注意了 他已经干嘛 overriding the graph is new list event 就是什么写 哎 用了最新的一个去写了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刷新就行了 你不用管刷新 刷新好之后呢 还是一样 我看一看这个图的结构 怎么了 是不是多了两个东西啊 原来我是不是只有这一部分吧 对吧 包括那个variable处理化 现在多了什么 两个const 然后 是不是进行两个const 放到一个add操作里面吧 哎 这两个也是一个操作啊 这两个操作 放到这个add操作 是不是得出一个结果啊 哎 这就是 当然我们定义的 是不是都是const 他呢为了这个区分呢 就const const 那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说 怎么去在这里看到 我是哪一个值 对吧 你是权重变量 我怎么知道 是吧 哎 这是要指定名字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些符号 每一个符号 看到这里面每一个符号 都是有具体意义的 那我们对到左边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这个课件当中也有啊 有一些符号 我们先不看啊 有一些符号 我们等显示的时候再看 现在假 你也不知道显示什么东西 对吧 看一下 这个namespace呢 哎 他就是显示这种变量啊 还有后面我们讲的这个什么空间 对吧 这个变量作用域的一个空间 他也是去显示的 那这种呢 形状 我们都是相当于是个空间 这空间的一般有东西 对吧 你看这里面呢 是有东西的 看一下 什么东西啊 你的shape是不是有的啊 你的mean是不是有的啊 你的sdv 这些是不是阐数的 占量啊 是不是阐数专量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三个单 长常处 占量 然后用什么具体的 matt more more 然后还有随机的这样东西去出售啊 这些 那看一下就行了 好 那还有什么op node 也说这种是不是一个op node啊 看到啊 这是不是op node啊 哎 看到这个对应的这个椭圆 是不是这东西啊 哎 这就是op node 然后呢 这个先不看 connect什么的 然后看一下constant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常数占量的时候 是不是以constant的显示 就这种小圆圈 看到了 小圆圈就以constant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箭头啊 你的这个dataflow的一个age 说你这个数据的一个流向吧 哎 当然有的是有方向的 对吧 这个是不是有方向啊 这不是 这没有方向是因为是他用他处始化 没有说做一些计算吧 没有运算op 然后还有其他的 等我们讲了这个复杂的程序的时候 再看一下 对吧 什么summary啊 哎 摘要 这是不是我们的摘要啊 摘要是要添加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什么 tensorboard的后台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scala里面有东西吗 没有 historgram有吗 也没有 这是需要我们手动添加的啊 注意了 这个graph是自动去显示 好 那么刚才讲到了一个东西是什么 name 这个name是干嘛的呢 是不是发现我们很多参数后面都有个name吗 比方说啊 我们就进这个里面看啊 看到这里constant的 看到constant这里是不是有个name参数 是不是有name啊 好 还有什么呢 这个constant也是一样跟它是一个类对吧 肯定是一样的 好 add 看一下 add 在这里 是不是也有name啊 是吧 全都有name 所有的op都有name 然后呢 variable 看一下 也有name 是不是这里也有name 有没有 诶 一样的 randomove呢 也有name 所有东西给个name 那这个name是干什么的呢 3 3 name 这个参数啊 name name 这个参数 干嘛用呢 一般就是在后代显示的时候在tensorboard 在tensorboard的时候使用的时候 显示名字 当然这也不只是这样一个作用 还有什么作用 为了与让你们这两个东西区别看啊 可以让相同相同op名字啊 名字的这些相同op的名字的东西呢 进行区分 好 好 现在我要干净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啊 这里定一个name name 我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a 好 现在呢 我定一个name 等于b 对了 我定了一个b 好 那再来一个我们的名字 add add的名字 我就比如说比如add 对吧 然后我再来一个 比如说这里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variable 对吧 vra 好 这个东西 variable吧 好 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定了这些 那到底有什么用呢 先来运行一下 我已经改了啊 改了他的name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a和var a和var怎么变啊 这个值是不是变成a了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const吧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变啊 原来是什么 一个大型的variable 现在变成了一个我自己定义的一个variable 啊 这个名字吧 这个东西一般呢 是用来与一些东西区分开你的名字是什么 哎 他不会冲突 那重点呢 我们看一下这是不是有生成一个v问词文件了吧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疑问词文件哎 已经重写了啊 好 那我接着就可以去开启一下 重点关注我们图当中的这些结构 好 图 怎么了 啊 翻译啊 他自动翻译的啊 这个是他谷歌利用器有自动翻译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variable 是不是变成我们自定义的variable的名字了 是不是 然后 这个a这个b是不是变成ab 不是const const-1了吧 哎 然后你add 就是我们刚才add 对吧 这个里面是不是就这样定义好了吧 啊 所以这个名字呢 一般是与其他的这个命名呢 反止冲突对吧 好 当然你这个定位一样的也没关系 这也是我们在turn the board的后单呢 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你自己呢 把这一部分练习一下啊 自己开启这个turn the board去看一下